各位兄弟大家好,我是朱爱铭,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鹰 今天这集我们要来讲的,是佟领家出身的一元战国时期的猛将 不过他的名气呢,是在他离开了佟领家之后,才越来越响 最后在官员之战的时候达到了最巅峰 这个人,就是在很多关于日本战国的故事、传奇、游戏里 都出现的战国猛将,倒左进 倒左进是奈良人,他的出身已经不可考 年轻时候的倒左进一度在满日本四处的奔走 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前往贾匪武田家 在武田信玄的部将山县昌景手下供职 我们之前讲到过山县昌景,那是武田家的勇样 据倒左进自己说,他曾经参加了远疆对于德川家康的追击战 但没有其他的旁证 我们之前讲到山县昌景的就说过 在武田信玄麾下,山县昌景堪称是猛将中的猛将 所以倒左进出身于山县昌景的部下 这和后来倒左进猛将的名气是相互辉映的 倒左进在日本战国四处奔走 后来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大和国 他加入了童景家,担任家老一职 他与童景家的另外一位重臣松桑重信 并称为童景的左进和右进的勇士 后来在与松永久秀作战中,倒左进被称为童景三家老之一 在童景家的岁月里,倒左进只是作为童景家重要的家臣成员之一 他和其他大名手下的重要家臣差不多 虽然他有一些名气,但是并没有非常的引人注目 那么上一集在讲童景顺庆的时候提到了 童景顺庆规顺了之前信长之后 他和明志光秀一起相投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么在本能寺之变之后 明志光秀向各地派出了使者 联络各个反信长的势力 尤其是与自己交好的童景顺庆 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 一起对抗羽才秀吉 但很可惜顺庆为了自己的家族 为了自己的领地所考虑 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 最终明志光秀兵败被杀 在绘本《太阁记》中有个记载 说童景在山崎会战的时候 向羽柴秀吉表示归顺 明志光秀的老臣 翟腾力三的弟弟大巴郎 激怒之下 率队突入到童景顺庆的本阵 导左近手持着秀吉赏赐的剃刀 斩获了大巴郎 解救了童景顺庆 但这是一种民间的传说 因为后来导左近以吴勇之名 而盛传天下 所以呢 大家仰慕他的吴勇 给他编了这么一段故事 实际上导左近对于童景顺庆 背弃了情谊 没有去援助明志光秀 是心存不满的 明志光秀生死之后 羽柴秀吉接受了童景顺庆的归顺 1583年 长岛的龙川一役 夺取了官室的伊氏归山城 官一正通过普生士乡 向秀吉求助 童景顺庆就遵从了秀吉的指令 针对龙川一役进行了攻伐 那么在这之间 导左近遭到了伊鹤中的叶邪而受伤 那么这段历史呢 被认为是事实 但是具体发生的过程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童景顺庆去世的时候 导左近参加了葬礼 并且担当直番室 前面举着那个番 由此可见他在童景家地位的重要 顺庆的杨子 童景顺庆 继认为童景家的家主 被秀吉转封到伊鹤上野 导左近也随之转战伊鹤 其间 秀吉对各地的争讨 童景军都有所参与 导左近理所当然的 也是在军中 但是他战斗的详情 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史料来说明了 在童景顺庆的座下 导左近渐渐地对定次 失望情趣越来越重 最终呢 导左近就离开了童景家 回到了大河 计时于兴福寺植宝院 这以后导左近的生平事迹 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他曾经在风尘秀长的手下 做过事 也有人说他曾经到普生家 成为普生家家臣团的一员 但导左近无论跟随谁 他都并不是很满意 所以最终呢 他又当了浪人 隐居在晋江地区 因为导左近在童景家的表现 还是颇为出色的 所以很多大明也希望能将导左近 招募到自己麾下 但是导左近都是一一拒绝 而这个时候让导左近 最后不惜牺牲生命 要跟随的民主出现了 这就是大明鼎鼎的十天三成 刚开始十天三成 也是多次的邀请导左近 但也是被导左近多次拒绝了 十天三成深知自己军事上的不足 所以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导左近招致自己的麾下 那十天三成是怎么打动 导左近的呢 在司马辽太郎的小说里 他是这么描写的 当然这不是史实 但是呢 比较能够反映出 十天三成打动导左近的原因 司马辽太郎是这么描写的 说三成成为大明之后 风筝秀吉就招他到了殿中 问他 说左级你现在是大明了 应该招出自己的家臣 十天三成当时的回答说 我只要有一个人就足够了 那秀吉就很惊讶问他 说这个人是谁呀 同景家的浪人 倒左近盛了 秀吉一惊 就问他 那你说服他了吗 十天三成说 是的 我早已知道 不会这么容易的说服他 所以我许诺 要将我俸禄的一半 两万代 给他 以表示我的诚心 当时秀吉就哈哈大笑起来说 你居然让主君和家臣的俸禄一样多 十天三成的这个做法 后来有一个四个字 来专门就讲十天三成 做了这件事情 叫做君臣同路 君臣拿同样的俸禄 而这个举动 不仅仅让倒左近 死心塌地地效忠了十天三成 也让十天三成的名气 变得非常大 可以说 他和倒左近 君臣同路这件事情 是他一次非常精彩的 个人宣传 自此 倒左近就成为十天三成 重要的家臣 实际负责 十天家军事方面的指挥 直到最后 他战死沙场 据日本非正式的史料 智氏清谈描写 说秀吉死之后 倒左近曾经和十天三成一起 登上了大阪城的天守阁 看见城下 欣欣向郎的景象 十天三成当时就发出了 情不自禁的赞叹 但是倒左近 对此却加以否认 他认为王侯居城的繁华 并不是因为当政者的德政 而是因为趋炎附施的人 对利益的自然依附罢 从大阪的天守和望下去 透过欣欣向人的表象 倒左近看到了大多数人 依然在饱藏着生活的艰辛 痛苦地忍受着艰难的时日 要想安定天下 身为武人的倒左近认为 单纯依靠武力是行不通的 必须爱护武士 抚育百姓 收取人心 给大家一个可以信赖的未来 倒左近认为 只要把感恩于 封臣家恩义的人团结起来 就可以清除那些 不利于天下的势力 这也是为什么倒左近 忠心耿耿地 辅佐十天三成的原因 他认为十天三成 可以成为 一统日本战国的民主 风帘秀吉逝世之后 德传家康开始着手夺取天下 文治派和武断派矛盾 逐渐的激化 那十天三成不善战术 但是对于家康的阴谋 心知肚明 他跟德传家康 之间是完全没有办法调和的 倒左近奉命就扩建 左河山城作为据点 并将左河山城建设成为一座 一手难攻的坚固要塞 那也有传说讲 当时倒左近意识到西军可能战败 所以向十天三成提出了 暗杀德传家康的计划 但是由于西军人数上占优 十天三成认为 胜天在握就没有同意 倒左近的意见 而倒左近这个时候 已经做好了 为十天三成训死的准备 在官员合战决战的前一天 为了鼓舞西军将士低落的士气 倒左近请命出战 在得到了十天三成英语之后 率领部队500人出阵 在航赖川一线设下埋伏 他静止来到东军的阵前 假装在收合麦子 借机挑拨中村易容的部队 面对西军的挑衅 中村易容挥下了家老 耶伊瑟赖姆忍无可忍 带领齐定队出击 结果正中了倒左近的诱敌之计 被引到杭赖川草丛处 西军的伏兵突然出现 截断了中村部队的后路 倒左近调转马头前后夹击 激战中 耶伊瑟赖姆被倒左近的部下击毙 当时与中村部同行的 尤马峰氏 看见情况不对 带兵增援 两军混战不分胜负 而这个时候 设本阵于岗山的德川家康 误读了全过程 他当时就叹服于倒左近的谋略 说对手的行动可谓十分的漂亮 立刻下令尤马和中村 两家的部队撤退 倒左近也收兵回阵 这一场作战 东军损失了将领 耶伊瑟赖姆及其部下三十余人 这就振奋了西军的士气 而航赖川之战 是西军在官员大战中 唯一的一次胜利 从此战可以看出 倒左近在军事上的才能 第二天官员核战爆发 本来西军的形势大好 但因为小早船绣秋 突然背叛 使得西军陷入了决定 十年三成军的本阵 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东军猛攻的靶子 倒左近率领五百士兵 拼死捍卫三成的本阵 他们的面前是黑田长征的两千人马 敌我比例为一比四 形势对倒左近相当的不利 但是这时候已经下定决心 以死抱主的倒左近毫不畏惧 摆出了背水一战的阵势 连同普生相射部 对黑田长征和田中急政 发起了猛目 虽然黑田的部队 似倍于倒左近的部队 但硬生生被逼退了两百步 这简直是七十大路 核弹之后 田中急政曾经评价倒左近 是见之如见死兵 可见当时倒左近部队 决死之心之胜 黑田家的武将 甚至在战后一想起倒左近 浑身就动弹不得 连黑田家的名将 后腾右兵卫 母里太兵卫 都不得不称赞倒左近 是真正的豪杰 那么黑田长征 并不甘心这样的失败 所以就命令火枪部队 向倒左近猛烈的射击 倒左近被黑田军的火枪 击中 身负重伤 退出了战斗 从此就下落不明 关于倒左近在关云战场上的传说 还是黑田家士兵传出来的 但是黑田家的士兵 竟然不能够清楚地形容出 倒左近的军装 最后还是召集 施天家的旧臣 才得出当时倒左近 头戴着冲天帽 身穿着浅黄色的披风的结论 正因为黑田军在战斗中 感受到了倒左近的恐怖 所以根本没有精力和胆识 去注意他的服事 直到核战结束多年之后 黑田家的武士 听到倒左近的名字 依然是心惊肉跳 关于倒左近最后的下落 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众说纷纭 比较统一的说法呢 说他是被黑田家的部队 用火枪射伤以后 战死在战争之中 但是这种说法里有一个漏洞 因为这种说法说 后来实践三成 在得知了倒左近的死讯之后 发出了绝望的悲叹 自知大事已去 带领近士们从战场脱离 但时间上呢 他说实践三成是在午后 才得到了倒左近的死讯 而倒左近 重弹之后 战死的时间 在上午90点左右 那么实践三成的本阵 和倒左近重弹的地方 相隔只有220米 没有道理实践三成到午后 才得到倒左近的死讯 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说倒左近率领本队 突入到敌人军中 撞来战死 还有一种说法 说倒左近撤出战场之后 在时间三成的居城 左河山城 切斧自杀 那么除了这几个 生死的下场以外 另外的说法还有 倒左近脱离战场之后 流落到了西国 还要说他流落到了对马岛 甚至有一种 比较奇特的说法 说他在战后被捕 赦免之后成为了德川的起本 那么这个说法呢 是比较荒谬的 现在比较采用的主流的说法 说他是突入到敌战中 壮烈战死的 不管倒左近 他最后的下落如何 他在日本战国 明满天下 原因是来自于 时间三成 对他君臣同路的推行致负 也来自于倒左近 对于时间三成 忠心等等不离不弃 最终以身殉处的忠诚